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树而不作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化众生 也是树 树而不作 也就是树 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 都是过去代代相传下来 没有自己的创建 今天一般世间人常讲的创造 孔老夫子没有创造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创造 孔老夫子所说的 他说是过去的 皇帝 夏尚周 文武周公 晨传下来的 释迦牟尼佛讲 是过去古佛代代相传下来的 决定不是自己创造的 那我们要问 那这些道理到底是谁创造的 没有人创造 实在讲 是从自信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 谁的自信 是我们自己的自信 决定不是创造的 大臣经上常讲 自信本具智慧的能 由此可知 释出世间的大臣 跟我们所说的 全是自信 自然的流露 佛家将发而如实 一丝毫的创意都没有 这个才是真的 这是你创造的 那是假的 你创造是你的 不是自信 自信本具 自信是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共同的本体 所以说 你的创造 自然不是一切众生 共有的立体 那就不是真的了 现在人 这个创造的念头很浓 这是谜 这是分别 是妄想 是知识 从妄想分别 执着里面流出来的东西 是违背自信 所以我们有一个创造的念头 就迷了 就已经错了 这个错误 不但给自己带来了灾害 也给社会 也给社会 大众 一切众生 带来无穷的灾害 这个道理 与四十真相 我们要多想想 要冷静地去观察 这才能明白 如佛教给我们 要遵循 道本 道本是什么 就是一念心性 一念心性之体 就是笑 一念心性的作用 一念心性的作用 就是忠 所以 大道之体 之本 忠孝而已 要我们 齐心动念 要遵循 根本 这是世出世间圣人 自自然然 流露出来的 心性 将我们 追予天命 什么叫天命 天就是自然 那么由此可止 原来天命两个字 就是随顺自然 自然的原则 就是天命 春生 夏长 秋收 东藏 天命 效法自然 随顺自然 这就是最健康的 最幸福的 最美满的 人 不分 贫富 不分 贵贱 懂得 随顺自然 生活 懂得 随顺自然 工作 随顺自然 处世 这个人 就是圣人 那么由此可知 反复 完全 违背了自然 我们今天讲 破坏 自然 环境 人身 两只腿 是走路的 走路是自然的 坐车 就不自然了 就违背了自然 所以常常坐车 到牢的时候 两条腿 不能走动了 麻痹了 这就生病了 为什么乡村里面的老农 那么健康 那么长寿呢 他随顺自然 住在都市里面 样样享受科技文明 完全违背自然 什么毛病都出生了 这个里面 道理太深了 四项太繁杂了 我们多多想想 我说的这些话 正是现在 这个世界上 灾难的根源 是我们完全违背了自然的生活 破坏了自然的环境 这个是人类自作 这个是人类自作 所以 果报还是自受啊 怎么样自救呢 这些圣贤人 教给我们 上通天智 我们想想天神 上帝 佛菩萨之之 是什么 以中国话来说 全在忠孝游涕 大声大喜 他们的心 是纯孝之心 孝这个字 在前面跟诸位讲过 就是《般若经》上讲的 作法实相 我们平常讲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字 在中国文字里面 文字是符号 这个符号的含义 是虚空发界 是一个整体 虚空发界 一切众生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个孝是表这个意思 大臣经里面 讲我 有真我 我们现在一般人讲我 这个概念是错误的 所以佛说 无我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符合我们讲的 如果你明信见信了 用 有长落我尽 有真我 真我 真我不是这一个身 真我是虚空发界 一切众生 那是真我 我们现在认为 我们现在认为自己这个身 是我 搞错了 这个身 只是虚空发界的一微尘而已 把一微尘 认作我 把虚空发界给忘掉了 《楞严经》上佛有个比喻 比喻得很好 它比喻大海 大海生活 可是大海里得起不下水泡 你误会 把水泡认为生活 把大海忘掉了 所以凡夫不知道有发生 修行人不能证得发生 原因在此地 明信见信的人 他觉悟了 他认得了 知道一切众生是我 于是齐心动念 当然是为一切众生 自私自利的念头 完全断绝干净了 这是佛菩萨跟我们凡夫 在基本的认识上 就不相同 人家那是真谛 似是真相 我们完全堕落在妄想里面 从妄想 其分别 其之处 纯正的认知 那就是智慧 这个智慧 是自信 本质 不是从外面来 以这个认知起作用 孝体忠信 人命爱我 这都是随身自然 没有一丝毫的造作 凡夫迷得太久了 无时接来就迷失了自信 过的是什么日子 随顺自己的烦恼 随顺自己的妄想 随顺自己的习气 把原本一针法界 转变成十法界 转变成六道轮回 转变成三我道 我们今天过的是什么日子 如果我们看清楚 看明白了 我们今天过的是三我道的日子 畜生莫归地狱 不要看到像个人的身体 像个人的样子 他的思想 言行 生活 全是莫归 畜生地狱 谁知道啊 佛菩萨知道啊 明白人看得很清楚啊 三我道是什么样子 叹嗔痴是三我道啊 坚固的执着 贪明文利亚 贪无欲六臣 这是鬼啊 他的生活是鬼道的生活啊 小不如一 成慧心就生起了 嫉妒 障碍别人 那是地狱的生活 是非不明 正邪不变 不能清净善知识 天天跟 邪知识 佛经里面讲的 邪死勿由 跟这些人 清静 往来 这是愚痴啊 厨身的生活 我们想想都可怕了 我们自己 要时时刻刻反省 不要去看别人 反省自己 过的是什么生活 如果你 如果你过的是人生活 无界是善 我无界是善 我们孝亲 顺思 父母亲在 实时关怀 照顾 父母亲不在 要常常念 父母的恩德 自己好好的修学 佛家讲 以此功德 回向个父母 什么功德呢 穿衣吃饭 都是功德 齐心动念 都是功德 不敢起一个恶念 不敢打一个妄想 齐给我念 打个妄想 做一桩措施 对不起父母 这是真的回向 不是说 我每天念多少佛号 念多少卷经 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父母 父母什么都得不到 为什么呢 那个佛号念经 是有口无心 真实的功德 是你的生活 与佛的教诲 与圣人的教诲 相应 那叫功德 那个功德 可以回向 所以真实的功德 是在你起心动念 在你淫于造作 以纯善的心 纯是爱人的心 纯是帮助别人 破迷开悟的心形 完全落实在自己生活里面 工作里面 这个是真实功德 这个功德 回向才有用处 这个是真正的 孝顺父母 念念念不忘 父母往生 这个功德 可以帮助他 高深 平位 父母不信在卧道 这种功德 可以帮助他 超深 这是真正的超度 不是请几个 和尚道士念经 就能超度得了的 那是迷信的 完全在自己 实际上的心形 诸位也许念过 谈虚法师的引诚回忆录 谈老即在 他那个朋友 刘居思 霸哉寒窗都能言 你看看 他怎么超度他的 家庆决数 他怎么超度 冤情债主 没有任何形式 完全靠自己的德行 七心动力 生活行为 如佛所教 学佛所行 这个叫校养父母 尊敬师长 有爱兄弟 能够尊重一切众生 爱护一切众生 无条件 无私的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众生 历苦的落 只有这么一个心 只有这么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 这个心 天智 在佛法里面 是佛的愿 诸位想想 我们最近 在这边讲 无量寿经 正好讲到四十八愿 愿愿 都是帮助众生 历苦得落 历苦得落 是个总愿 但是历苦得落 是古 古必有因 要令一切众生历苦得落 心要教他修因 因是什么 破迷开悟 苦是迷 从迷里头来 落 是从雾里面来 破迷就离苦 开悟就得落 所以四处世间的大圣人 他们一生 都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 教学是直接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其他的这些行业 都是属于间接的 教学是直接的 不但教导 还要做出榜样 给人看 希望大家看到他自己这个形象 听到他的言论 教诲主 明白 效法 是一切 向佛菩萨学习 这才能得到真实的古报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尤其我们处在 这个世纪末 灾难平凡 灾难也相当严重 怎样 消灾免难 怎样自度度他 全在明了 宇宙人生真相 彻底回头 回头生暗 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 东西方所有的预言 说了十十多多可能发生的灾难 末后的结论都解答 预言的目的 不是警告你灾难要来临的 是让你了解 有这些可能事情发生 我们从心理上做一个转变 赶紧回头 断卧修善 灾难到底有没有 决定在我们自己一念之间 不是决定在外界 决定在自己 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 贪心 招来的水灾 灾难以经常说的 成会 灾灾 鱼痴 风灾 共高 我慢 地震 如果我们从内心里面 熄灭 贪嗔痴 对人对无 我们学谦虚 忍让 这个灾难就没有了 四禅天人 为什么没有水火风 大三灾 他贪嗔痴 完全 浮住 所以人是很有福报的人 居住的地方 腹地 我们听佛说了 应当觉悟 应当明了 我们真正 从内心里面 熄灭 贪嗔痴 以一片慈悲 出世待人久 昨天我讲经 劝大家 学佛菩萨 佛菩萨用什么眼光看人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菩萨 那是真的 我们看一切众生 都是凡夫 都是恶人 是错误的 我们看错了 佛菩萨看得正确 可是一般人 听到我这个话 是相反的意见 佛菩萨看错了 我们看得正确 那个人明明 那个是好人的 是坏人吗 怎么佛菩萨 好坏都不分呢 实际上 佛菩萨看得正确 我们看错了 这个道理很深 要好好想想 改正确 改正我们错误的观念 改正我们错误的行为 受人 递谁之恩 永远怀念 永远不忘 人家 人家给我们 有什么过不去 这个绝不能 记在心里 把他忘记得 干干净净 决定不落影像 你才有条件 你才有条件去福 才有资格做福 忘恩福 常常记住 这个人对不起我 那个人对不起我 这个人决定 天天送经念佛 还是要堕三图 清朝苏宁 灌顶法师 就是这个家伙 他讲的一点都不错 希望我们继续 我们认真努力学习 赶快回头 孝宰免难 今天时间到了 那就讲到此地